大家好 我是金鈴 上一條影片講完我的DSE作戰分享之後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喜歡看什麼書 很難得地我回到我的老家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書櫃裡面究竟有什麼書 好 那我們就參觀一下第一個書櫃 這一欄是我小學會看的書 見到最多的這一欄 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 可能男生在家就會整個欄放那些 蛇雕英雄傳 金融的書 但是我這一欄是 真的很喜歡很喜歡金田一的故事 小時候看了金田一一的日劇 然後就很喜歡金田一 然後我發現原來其實它是源於他爺爺的 是另一個作者寫的長篇小說的人物 就叫做金田一間座 我就買了一本來看 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是悶到睡著了 因為它這些很久以前日本的經典長篇小說 一開始是介紹很長的背景 所以我一開始是不喜歡看的 但是去到後來有一次堅持去看完一次之後 嘩 喜歡到我覺得金田一一那些 真的完全是太簡單了 那些推理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那時候是有drop notes去看這些書的 因為我是要跟主角一起破案 它在這裡了 我是這樣寫的 大家不要以為看這些書 將來一定會成為兇手 其實我是想成為偵探 每天我都期待著這個世界 會有一些很懸疑的事情發生 由我去拆解謎團 可惜 我們的生活都是這麼平凡 是不需要我這個偵探出現的 除了環溝正史的系列之外 分別還有心博 不知道是不是讀過字 心博字 這個人寫的書是比較科學性的 因為它的主角不是一個偵探 是一個大學的教授 小學其實我也看了一些很有童真的書 好暗啊 先開閃燈 好了 我們現在回來 阿范提 笑笑笑故事 好 我們現在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好笑 阿范提一回到家裡就拼命喝水 差不多放一大桶水都喝光了 他在爸爸喝飲料 覺得很奇怪就問他 阿范提 你喝那麼多水幹什麼 喔 爸爸 阿范提一邊喝水一邊說 我剛剛吃了一個蘋果 吃了蘋果又不用拼命喝水呀 你不知道 爸爸哪是一個地上檢測的裝蘋果 我沒洗就吃了 嘩 什麼來的 好無聊啊這個笑話 哪有寫出來的 不要笑 這本也很好看的 我記得《跳皮自在沒人館》 令到我喜歡起看書來的一個系列 兒童文學精品 這本叫做《傻瓜魔法師》 其實我現在應該參考看這本書 不冷場 人氣王的說話秘訣五十招 善用考師幫助記憶 怎樣介紹自己的名字 才可以令對方印象深刻呢 不要只說我叫美霞 應該說我是美霞 美麗的美 晚霞的霞 大家好我是金鈴 大家下雨 記得要拿姐 大學那些時期 很多本卓運之的書 日本推理呢 除了《環溝正史》我最喜歡之外 我最喜歡的是 我現在中學時期 開始很喜歡的一個作家 叫做月一 他是一個天才 月一就是暗黑的系列 另一個很喜歡的日本作家 叫做伊板恆太郎 他的推理故事很有娛樂性 但又很感動 故事鋪排得超級好 然後呢 到我差不多做這個電台節目的時期 這兩本書呢 都是有時候我思考 或者思考的時候 會需要看到的書 叫做 《行為的藝術》 和《思考的藝術》 他用很多理論去分析一些生活的邏輯 但是很深入淺出的 所以很喜歡看 而且他的插圖也很有趣 時不時你都會想拿出來看 啊 忘記補充一下 我喜歡的作者 還有《九把刀》 還有《韓韓》 咦 沒了 不是這本嗎 啊 找到了 我喜歡《九把刀》的 所以有一次他來香港 一個大學做分享的時候 我找了他 好像上一次拍一個關於韓文的影片 我都有講過 講韓國的知識 我們看什麼書 有幫助我寫論文的 中樂偉先生的書 這本呢 是韓國人寫的 一開始我就覺得都蠻好看 因為他呢 他最後經常都會說 他那些鎖匙在哪裡來的 但是呢 很奇怪 我覺得他寫得有點主觀 他太多個人的感情在裡面 如果我寫論文的時候 我需要一些資料性的東西 我覺得中樂偉先生是寫得很好的 還有他的題目 不是只有很難明白的東西 整容啊 韓劇啊 他什麼都會說的 所以我覺得他寫得很好 有幾種書我都是買回來 不是看很多的 其中一類的書 就是因為以前選修的科 需要讀到的書 那這本呢 其實是好看的 真的好看的 那時候呢 我一開始選修Visual Arts 但是之後 我不想考VA 所以我最後沒有讀這一科 沒有去考這一科 但是在那兩年呢 我去吸收Visual Arts的東西 我是很Enjoy去讀 所以我大學 也是選了文學院 其實Cumlead 也有一點有關 我覺得讀Cumlead 和去讀Visual Arts 其中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他訓練你去 怎樣去看一些藝術作品 啊 是啊 我覺得我自己畫畫真的不聰明 但是其實呢 老師一直都強調 讀VA呢 不只是畫畫聰明的人 才需要讀的 是一些你對藝術很有興趣 當中 雖然是會考你去painting 但是有一大部分的卷 都是考上色的 那所以呢 其實是和畫畫聰明不聰明 是沒有關係的 是考你對藝術的觸覺 我有學過畫畫的 以前我畫呢 畫動漫的那些 這個好像不是我畫的 這個好像是我阿Sir畫的 喂 有沒有一些漂亮一點的畫作 可以展示一下 哇塞呢 我剛才找到 我以前寫字呢 曾經有漂亮過的 唉 我那些畫賊 那去那邊 我找不回我之前畫畫的畫寶 但是我就找到這本寶 這本寶是很重要的 我好記得以前小時候 把所有我很喜歡 或者是我自己想到的金句 都會寫進去提示自己 那我在這裡讀幾句 以前對自己的座有名 無論結果如何 只要找到人生目標 由自己努力走出來的路 也是正確的 正確答案其實不止有一個 就如一座山 通往的路也不止有一條 過程是嚴苛的 這就是生存 不要被現實完全埋沒 生命的熱誠 才是最重要 煩惱通常都不會去找人 通常都是人去找他 有很多事情看起來是困難或不可能 但當你下定決心的時候 他們都變得非常簡單 後面還寫了一個金句 1GB等於1024MB 1GB的順路 1GB 1B 1GB 3GB 2GB 1B 1GB 1GB 2GB 2GB 1GB 3GB 2GB